武器 连林昆盛呢 前一次打击时德电圈有人 就打到二连方向古地球被刺杀 打击率目前跌破了三成 昨天在桃园呢 还是五个打数也打了三只安打 一个捕手打击率在三成的话 都算很好的 因为捕手的打击率 差不多两成五都可以接受 这样的打击率哦 即便是手腕也比较多可以先发 没有说捕手 而且他速度条件也不错 也年轻了 对 前面才讲 现在的棒球已经没有自杀棒了 已经没有只要防守就好 打击率助攻就好 钟教练又给你夸奖哦 侯不让 两分侯不让 林昆森 这一球打的是 相当的结实 直接上到了左岸的看台上 这也是今天休息林昏森 个人的第二支的权力量 一下子把上半局所调的这两分呢 就全部都给讨回来 对啊 现在在新鸿牛队担任投手也有那种幸福感 什么是幸福感 上个半局掉两分 一棒就两分就回来 有那种温暖 有那种温暖 这时候在向队方面呢 就再度的叫站点 林昏森上一支的拳雷打也是从向队的手中所打的329在新庄 对关大远的杨春炮 嗯 timing抓得很好 前一个半局虽然有这个守住哦 不过当时也提到 郑雄被打的球都还是很扎实 听那个声音我想观众朋友在家里应该就感觉到 牙牙牙 而且汇棒的那个timing都抓得很好 所以这个其实用那个 测那个音 分贝数 这音量的应该都可以看出场上的端影 嗯 这一次林昏森呢 打了一支之外的两分拳雷打 让目前的比数变成5比2 轮到第八棒的陈志伟